说380平米的自建房花了28万 你信不信 我信 因为首先这个盖房子的是它的表哥 其次呢 现在的房价真的比以前要降了 我们都知道房子在降价 然后呢 公文的公司啊 这个钢筋水泥混凝土啊 这个砖啊 其他的一些工费啊 都在下降 加上是自己的表哥干 表哥呢 估计啊 一分钱不挣他的 有人说往里搭钱了 说实话 如果你自己盖过房子 你就知道搭钱是不会的 他一分钱不挣你 这已经就非常难得了 这种情况不可复制啊 这个情况真的是不可复制的 因为我在2017年啊 2016年 就是6年前 当时房价还很高 在那个时候我自己盖过500 500应该是我看啊 应该是不到600平米 就是差不多600吧 应该就是600平米 600平米的房子 三层楼 在当时盖好以后 还带一个第四层 还带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阁楼 阁楼上是有瓦的 这样子花下来 其实就是小四层了 下来以后呢 带简装修啊 就是厨位 厨房 卫生间 以及客厅 是要铺瓷砖的 就是厨房的 就是墙上的这个瓷砖 以及顶 卫生间的瓷砖 以及卫生间的顶 这都是要做好的 走水 走电 走地暖 楼梯啊 门窗口 玻璃 这些全算上三层楼 带一个顶 带一个 这个顶室其实还很贵啊 下来以后 花了四十来万 你信不信 六百平米 不到就算是五百 五百多吧 严格下来就是五百六七 五百八 就这个样子 花了不到五十万 我记得当时好像是四十来万 你就算一个四十五万 四十五万 它这个是三百八十平米 花了二十八万 我这个可是是请的人给我盖的 我自己出料 人家出工啊 这么连工钱 带料钱 乱七八糟 全算上四十来万 一六年 房价震高 啊 现在呢 又开始回去了 能不能回到一六年 我不清楚 因为一六年之后 房价还有个上涨吗 嗯 那么 这么算下来 他的 我给他算了一笔账啊 就是他说是 立主体是十万 十万的话 我刚才给他算了一下 一平米 大概是二百 不到三百 二百六十多块钱 这个价钱 算成本价的话 是可以接受的 包括他的啊 这个钢筋 水泥 混凝土啊 这个那种专门的人工 混凝土啊 浇灌的那种混凝土 砖 沙子 包括人工 都算上 二百六十多 不到二百七 这个成本价 是可以接受的 你不要感觉到非常惊讶 你不管到哪里 钢筋的价钱 全国是差不了多少的 水泥的价钱 全国也差不了多少 混凝土啊 沙子呀 这些都是 差不了多少的 人工 如果是在村里的话 我跟你说一个 更可气的 就是在村里 用的都是一些 岁数比较大的 他们出不去了 他们从外边打工回来 出不去了 干不了大活 当然在村里 用这些老人 就是五十岁以后的 大活干不了 但是干村里这些活 我不着急 慢慢干 还是可以的 他们工钱很低 明白了吧 他们工钱很低 他们能节省的是人工费 这是唯一可以节省的 然后 不用买地呀 地便宜 农村的地便宜 就纯属房子这一块 因为当时我忘了告诉你 我自建房的话 是在县城里自建房 地是我自己的 也是有一个院子 我都忘了说了 包括门楼子 院子 以及我搭了一个 整个把我院子 遮起来的一个 封闭起来的一个大棚子 下来才四十来万 别生气啊 因为就是如此 这也是我反对 好多人买房 当然没有办法 你不可能人人都有自己的 那么一点宅基地 是吧 你去建房的话你就知道 真的 房子的成本是很低的 你去 你买一套100平米的房子 你三分之一的 那个首付 其实就是成本加 加一部分的利润 后边所有的钱 其实是 你真的断供 人家也赔不了 明白吗 这是一个血淋淋的现实 我再说一遍 就是你掏的那个 最少的那个首付 只要是有首付的话 一般都是百分之三十的首付嘛 这百分之三十 其实就是成本 就是人家已经不赔 并且有一部分盈利 这百分之三十 人家就能赚开了 剩下的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七十啊 百分之七十是纯利润 希望你不要生气 因为如果没有这百分之七十的话 没有人愿意去盖这个房子 费这个劲 这叫百分之二百的利润 说实话 你要仔细想下来的话 真的是不是特别多 因为这百分之七十里边 还有好多人去分 因为好多钱还是要去交的 只能说百分之三十啊 没有赔光 成本捞回来 稍微的呢 还能给工人开工资 打个平头 稍微有所盈余而已 但是人家费那么大劲 搞一块地 搞这么大一个工程 居这么多人 打通那么多关节 用了好多年盖那么高的楼房 你让人家没有百分之七十的利润 就是三两倍的利润 这个是没人愿意去盖的 包括银行 人家又不认识你 就就带给你钱 说实话 你再好的亲戚 也借不了那么多钱 对吧 你再好的朋友 再好的亲戚 也借不了那么多钱 所以人家付那么大的代价 打那么大的风险 挣你两倍的这种利润 我觉得是应该的 当然了 我们好多人是不了解 他的成本到底是多少 这今天我们算是清楚了 就是300平米 他说是380平米 其实就是一个五间房 就是农村的这种五间房 别说农村城里也有 你到北京也是 四合院 他就是五间房 坐北朝南 三间正房 两间二房 那叫五间房 五间的房子 房入身11米多 不到12米 两层楼 这就叫380平米 然后呢 这么大房子 你仔细想想象一下 它有多大个 然后这380平米 它的一平米的 就是成本 是270块钱 一平米的成本 所有都算上去 是270平米 这个成本是不包含盈利的 就是给你盖房这个人 一分钱不拿你的 也就是自个儿的表哥 对表妹了 对表弟都好不到这个程度 哈哈 明白 对自个儿的表弟都做不到这一点 只有对自己的表妹 有扶手 地上有地砖 有门窗口 外边呢 有瓷砖 就是墙外边有瓷砖 当然说了 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院子里荒草重生 当年我盖房子的时候 我的院子是用花岗盐铺的 我的院墙 外墙和内墙 整个都是拿瓷砖贴上去的 也就是说 它的28万 就是整个花下来 380平米花了28万 自己的亲表哥 去给它盖 不挣钱的话 28万真心不多 也就那个价 有人说 哎呀 28万太少了吧 你又骗人 怎么也不可能是那么多钱 我们一定要注意 这是一个表哥给表妹干活 一分钱不挣 这是真正的成本 其实这个文 你可以这个文章啊 这个新闻 你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考虑 一个 它告诉你 我们在城里 如果待不下去 回农村吧 回到我的家乡吧 回到你的家乡去吧 家乡培养了你 补育了你 教育了你 你应该再回到家乡 去建设自己的家乡 二一个就是说 你回来吧 在自己的家乡 如果你是农村的话 如果你在农村 有一片宅基地的话 回来盖房子吧 它的成本是很低的 只需要270块钱 当然说了 其实呢 它应该再加上一个 100块钱的利润 注意 这里边的利润 其实是很大的 如果再加170块钱的话 就是 200 就是370 加100的话 382平米 就是 380 就是388 对吧 这个 你说这个利润 大不大 不大 那么就370了 加3万块钱 有人可能会加的 更多一些 理论上 应该是 对半 就是成本是270 他冲你要540 这是一个正常人 应该要的 按照规矩 就是 你的成本 和人家赚的钱 是对半的 这确实是规矩 我们都知道 比如说人家 冲你说 这个一平米是500块钱 这里边是 也就是说 他的成本是250块钱 这是规矩 他所谓的 28万 如果说这个人 他不是表哥 对表妹的话 应该是 56万 这个样子 应该是56万 可即使是56万的话 380平米 你56万盖好 让你住进去 也不贵呀 56万 在有些城市 才是30%的首富啊 甚至有的地方 首富都掏不起 对不对 这个事 我说的没错吧 所以他主要还是说 希望大家伙 在外边混不下去 或者是说 我们应该回到我的家乡 去建设自己的家乡 家乡呢 生活成本 尤其居住成本 是很低的 这个 这个 价位 即使是翻一翻 不是表哥对表妹 一个不认识的 老板过来 让你盖房子 我告诉你 也就500来块钱 你平米 380平米 你去算算是多少钱 啊 就是 真的是真心 没有多少啊 真心没有多少 还是希望 就是 如果你具备这个条件 如果你还真心 想在村子里 待 因为 在农村的话 确实有一个问题 他说是乡下嘛 有一个问题 你下水怎么办 上水好解决 每一个农村 他都有 他都有自来水 虽然说 有的自来水 在北方的话 这个是南方 不存在这个问题 如果在北方的话 有的乡下 自来水 是不能保证 24小时供水的 这是一个现状 我们这里边 有好多原因 同时呢 下水 是几乎是没有的 这是一个现状 就是说 你虽然盖了 很好的一个房子 你的下水 是有问题的 你只能去搞一个 一个储水的一个罐子 就是一个黑水罐子 一个渗水井也好 一个 一个 一个什么 应该叫什么 化粪池也好 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 在一些城市里 也有这么个问题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楼 但是呢 它的下水 是一个化粪池 化粪池 然后拿车去拉 隔一段 就拿那个 管位上去 很大的一个 一个掏粪车 吸粪车 给它吸走 成本也大 问题也很多 即使是如此 28万盖套房 我再加上它的成本 58万 56万 如果你算一个零 就算是60万 就算是60万 盖一个380平米的 别墅式的楼房 你愿意不愿意住 你稀罕不稀罕 乡下的一套房子 我们刚才说了 那么多美好的愿景 但是你到底稀罕不稀罕 它没有一个 良好的教育环境 没有一个良好的 治安环境 没有一个良好的 文化 人文环境 当然 它是有情怀的 我们说 乡下的房子 是情怀 主要还是情怀 你能不能回去 这真的是 一个说不上来的事情 这个女子 让她的表哥 在乡下花了28万 盖了一套房子 她虽然感到很 很高兴 我就是说 这28万 她能住几回呢 其实还是一个很贵的 一个利用率的问题 性价比的问题 房子很大 很漂亮 谁去住 你到农村去看看 这种房子真的很多 盖的很漂亮 每一个时期 都有人 在外边辛辛苦苦 离开了农村 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在外边挣了钱之后 难以割舍的 故乡情怀 使自己又回到故乡 把院子盖好 盖当时所能盖的最漂亮的房子 花当时能花的最多的钱 并且帮她盖房子的这些人 出于情怀 也是收她最低的费用 但是这些房子 最终都难逃荒废的这么一个结局 也就是说盖好了 没人住 最多逢年过节 中秋啊 春节啊 两节 回去住那么两三天 那还是刚盖好的时候 再过几年 村里的亲人都去世了 人都不认识了 她最终连回都不回去了 你去看农村这种房子真的很多 最终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就是 首先 380平米 28万 这个价钱 如果是至亲的人 是有可能的 至亲的人是包工头 有可能的 其次 即使是把这个钱翻一番 甚至翻两番 你也可以接受 最后 即使是最低价盖的房子 你也住不了几天 好 这次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再见